油门踩到底 引擎发出鸿鸿鸿声响 但轮胎却只是空转 车身更是闻风不动 只有海滩上的细煞不断被溅气 这个轮子完全没动 完全没动 远景货报赶来 先生和车主使出洪荒之力拼命的推 但车子陷得太深完全动不了 好险救援车辆到达 用拖绳绑住车底座 远景在车头使劲推 终于一个小时后成功脱困 听闻说院里的海边风景很美 我想说来这边一探就近 那就因为道路不熟的原因 所以就不小心升陷这个沙滩 原来车主是台中人和朋友相约来 苗栗院里看海 却不知道苗栗受到季风影响 到了冬天 沿海地区会有严重的击沙问题 强劲的东北季风 带来大量的飘沙 港内的船道因此受阻 渔船马达螺旋桨石油损坏 堤防外的沙堆越积越高 甚至形成了万里长沙的景象 天气不好你来看 就比沙城堡还厉害 当地住户和渔民深受飘沙之苦 讽刺的是沙堆反而成了游客 慕名打卡拍照的景点 贸然开车进入击沙路段 下场往往就是进退不得受困其中 三地新闻蔡文渊苗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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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